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亡我非战之罪也的错误论调 对其不肯回江东也满怀惋惜 项羽如若听从杜牧的劝诫 是否真的可以东山再起 历史会就此被改写吗 一位是声名显赫千古无二的盖世英雄 一位是风流韵界豪迈飘逸的张扬才子 一场横跨千年的时空喊话 反映了杜牧之与项羽十分复杂交错的心情 那么杜牧为何会对项羽产生英雄西英雄的感慨 身处晚唐 创作出多篇永史诗家作的杜牧 其诗歌是如何成前起后 启发颂人的呢 以诗心感悟历史 以历史解读诗词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新小娟副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带您一起走进繁华强盛 兼容并续的唐朝 敬请收看诗说唐朝第十八集 卷土重来未可知 读诗可以明智 读诗可以移情 这一双诗人的眼睛 泛周历史的长河 探究历史的真相 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愿和大家一起换个角度看唐诗 我们将跟随一首首诗歌 走进一个更加真实细腻 却也更具诗意的唐朝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晚唐诗人杜牧的名作 《提乌将提》 胜败兵家世不齐 包修仁耻世难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 胜败兵家世不齐 包修仁耻世难儿 这是说胜败乃兵家常事 因此在面对失败的时候 就千万不要灰心丧气 仁义诗之辱 这才是难儿本色 而后边这两句 则是为历史提出了一种新的走向 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 这首诗是唐人 永史诗中的名作 它的妙处就在于 用一种诗歌的语言 探究了历史的新的走向 而这种探究 又和史家的严谨推理不一样 它带着强烈的个人情感 以及一点诗歌的浪漫色彩 也因此 它就留下了很多讨论的空间 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事实也的确如此 这首题《乌江亭》已经写出 立刻引起了后人士热烈的探讨 首先便是 如果项羽真的能够忍一时之辱 度过乌江 是否真的可以卷土重来呢 杜牧写这首诗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它是在讽刺项羽 放不下身段 不肯忍辱包修 还是真诚地为项羽的失败惋惜呢 接下来 我们就随着这首小诗 穿过历史的风云 一探究竟 首先 项羽兵败乌江的悲剧 到底是天意如此 还是他用兵不当造成的呢 对此 项羽自己给了一个答案 他说 天王我也非战之罪 这句话 往往被后人用来 形容项羽这是刚愎自勇 到死都不知悔改 如果他说的这个天 指的就是运气 甚至更加虚无缥缈的神佛先圣 那么大家批的也不远 可如果他说的这个天 指的是一种历史的大事 时代的潮流呢 那似乎就没有什么不对了 事实上 后人在论及项羽兵败时 也往往提到这个历史的事的作用 比如说 王安石就曾经写诗指出 即便是项羽 忍辱渡江而去 那么那些江东的子弟呢 也绝对不会再跟着他 再战天下了 南宋人胡子 说的就更为直接 他说 这就是说 项羽带着八千子弟 渡江西针 如今呢 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回去 那么哪里还有人啊 再跟随他 再战天下呢 王安石也好啊 胡子也好 他们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啊 大多都保留了一份 学者的冷静 是从军事的得失 人心的项背来指出啊 项羽的失败 这是历史的必然 而杜牧不一样 杜牧是一位诗人 还是一位有才子气的诗人 因此他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啊 并不完全是为了说理 更多的是在发一种感慨 为一位英雄的落幕而感慨 那么项羽 到底算不算是一位英雄呢 他当然算的 我们来看一看他 出生于贵族 天生神力 杀伐果断 经常能够凭借一己之力 挽回危局 因此拥有着巨大的人格魅力 当时啊 诸侯的联军和秦军 在聚入这个地方对垒 诸侯的营垒啊 都有十余座之多 可是却没有一个人敢率先站出来出击秦军的 这个时候啊 项羽带着自己的军队渡和 并且是破釜沉舟 只带了三日的粮食 以示不胜则死的决心 而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攻击秦军 久战大破之 秦军对巨鹿的包围啊 从此土崩瓦解 这些诸侯的联军们啊 见到项羽及其麾下 无不已一当时杀身震天的时候 他们感到的不是有军获胜的喜悦 而是一种恐惧 这个时代怎么会出现这样一位盖世英雄 当项羽获胜之后啊 在军营里召见诸侯 诸侯入园门的时候 无不惜形而前 莫敢仰视 只管跪着走 都不敢去看项羽一眼 从此之后啊 项羽便成为诸侯联军的上将军 统御诸军 这一战啊 被后人称为是项羽最得意之战 可以说是一战封神啊 但是我在今天呢 不想和大家一块再回顾一次 这位英雄的高光时刻 相反 我愿意带着大家重温一下 这位巨星他陨落的时候 从该下到乌江 项羽一步一步 边战边退 最后坦然的奔赴死地 一去不回 只留给后人一个浓墨重彩的背影 这一幕啊 我愿称之为 中式悲剧美学的天花板 哪怕少走了一步 都会破坏这场悲剧的完美性 从这个角度来讲 项羽他也不能独角 为了说清楚这一点啊 我们来复盘一下 项羽在该下被围之后的一幕幕 先是我们熟悉的霸王别姬 在那天的晚上 项羽被四面的楚歌声惊醒 于是至酒中军 和他的美人鱼姬共饮 在饮酒后 他应创出了千古苍凉的背影 立把山席气盖时 时不立席追捕时 割过树雀之后 美人鱼姬寒泪应喝 大王意气惊 渐渐和了身 听到这里 项羽久忍的泪水 终于忍不住夺况而出 而此刻 一直陪伴在项羽身边的将士们 也忍不住落泪了 他们都低下头 不敢仰视 不愿意看他们英雄 此时的场景 而后项羽边收起了儿女情长 翻身上马 带着他紧余的八百起清兵 向外突围 边战边退 当退到大泽州时 身边已经只剩下了二十八起 于是他对所有人说 我从起兵到现在 已经八年了 经历了大小七十余战 所当者破 所及者服 可以说得上是所向披靡 然后才罢有天下 可是今天 我被困在这个大泽中 此乃天意 非战之罪 而后 他便向这些还在追随他的战士们 许下了一个承诺 他说 愿为诸君快战 必三胜之 为诸君 愧为 斩将 一期 这是说 我想在临死之前 再为你们一战 这一战里边 我一定要突破包围 斩杀敌将 砍倒旗帜 说完之后 他便冲入了敌军的重围 斩杀了数十百位敌军 其中还有两员大将 之后 项羽会合残步 轻点伤亡 发现只损失了两期 在众人惊恶的目光中 项羽从容地 抖了抖身上的尘土 问所有人说 何如 怎么样 而鱼下的二十六骑将士们 纷纷下马跪拜 说 如大王爷 愧为 斩将 一骑 项羽在绝境里边 实现了自己的落眼 而这一场壮丽的英雄的碑歌 也即将到达他的巅峰 这一刻 不仅项羽已经做好了准备 如今还在追随他的那二十六位将士们 他们也已经有了必死的觉悟 在这之后便是乌江亭了 当项羽退到乌江边上的时候 乌江亭长早已在此等候 他对项羽说 我们江东地方虽小 也有方圆千里 人物虽少 也有数十万人 足以游宁在此地割去称王 所以还请大王速速渡江 可惜这个时候 项羽却是创然一笑 他说 天欲亡我 我渡过了江 又能怎么样呢 当初八千子弟跟随我渡江西针 如今连回去的一个人都没有 从这一段话 我们其实可以看出 项羽不是不知道天下之事 他正是因为太了解这个天下之事了 他知道自己征战已久 四方疲毙 这个时代 不会再给他一次重来的机会了 因此 他选择了以王的姿态赴死 而不是都夺西藏的穷口 这就是英雄的骄傲 而在这样慷慨激昂的悲歌中 也猜上了一丝温柔的声音 接下来 项羽便翻身下马 对亭长说 这是我的乌锥马 他已经跟随我征战五年了 能够日行千里 所向披靡 我不忍看着他死去 如今就把他送给你了 而后 项羽便下马步行 拿着短兵器 冲入了敌人的包围 在这最后的战斗里面 他竭尽全力 斩杀了数百位汉兵 最后是身披数十创 血染争炮 最终力竭 自吻于乌江之盘 让这一首英雄的史诗 终结在乌江庭盘 让这位史诗的主人公 能够以一位王者 一位英雄的姿态落幕 这就是最完美的结局 可如果仅止如此 那项羽也只不过是一个 太完美的英雄 过于高高在上 让我们无法攻击 可是项羽恰好是一个 不那么完美的英雄 就是有一点点幼稚 有一点点张狂 还有一点自以为是 我愿意用苏氏词里的一句 来给他命名 那就是老夫聊发 少年狂中的少年狂 一位青年才子 陆遇乌江庭边 对千年以前的悲情英雄 不禁共情心生感慨 冥冥之中 他和他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 无形而又密切的联系 项羽二十六岁时 岁称王分封诸侯 曾经何等意气风发 他力能刚顶 以一抵摆 率军所过之处 无不忌惮 然而这位年轻霸王 为何如此少年狂 同样出身名门的杜牧 年纪轻轻便声名大振 长安城内一时春风得意 他的身上又有着 怎样的少年轻狂 他们二人到底 有哪些相似之处呢 有一次像你看到 自己和敌人的士兵都很疲惫 于是他想到了个办法 他去找到刘邦说 说哎呀 你我二人啊 争战多年是天下疲惫啊 那么这一切都是由我们俩造成的 不如啊 就让我们俩来解决这个事 就在今天 就是你我就在此地 让我们来一场对决吧 一战定输赢 因此也免得天下苍生再遭受冰火之火 那刘邦会怎么回答呢 那显然是不同意啊 谁不知道你项羽有万夫不当之勇啊 谁没事敢和你单挑 于是刘邦给了他一个很官方的回答 我宁愿斗智 不愿斗立 项羽看刘邦这是不接招啊 于是又派出了武士到刘邦的军营去单挑 他心里是这么想的呀 你是觉得我太能打了 你不能打 我们俩打呢 你是吃亏了 那没关系 我们双方各自派出勇士来决斗 这总可以了吧 可是人家刘邦还是不接招 他这里藏着远程武器呢 他的军营里边有一位神剑手 那是百步穿扬 就这样连续几位储君的将领都死于剑下 项羽这一看 那可是真生气了 我约你君子对决 可是你呢 不讲武德呀 于是项羽啊 策马劈甲 自己提着一把长颈 那就上了战场了 这位神剑手呢 一看对方来了一员大将 赶紧搭弓就射 可这个时候项羽已经冲到了面前 上去时候狠狠地瞠目赤之 就这么一瞪眼一呵斥 这位神剑手啊 吓得是赶紧掉头就跑 再也不敢看项羽一眼 这个故事啊 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在表现项羽的吴勇 可我看来呢 其实更多的表现了他少年狂的一面 大家想想 堂堂一个西楚霸王 带着几十万大军不用 偏偏要去找对方的主军去单挑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啊 作为主军 无论有多强的个人能力 都不应该把自己放在这样危险的境地里 这个其实就是表现了像幼稚一冲动的一面 那我们看一看他的对手刘邦 那就老道多了 无论你怎么喊 我就是不出战 可是我们要想一想呢 这样的表现也很合理 因为在当时啊 刘邦已经是五十岁的人了 可以说是摸爬滚打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看过了 而项羽呢 才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少年 俗瓦说得好啊 人不轻狂妄少年啊 年轻的时候做一点冲动的事 也不足为怪 何况啊 他最后还靠一己之力 震慑住了全场 说到这儿 很多观众朋友们就明白 为什么项羽作为一个失败者 居然能够比成功者刘邦 拥有更多的粉丝了 那谁又不喜欢武力直爆表 有少年气拉满的盖世英雄呢 而我们的诗人杜牧啊 也是其中的一位 他在创作这首诗的时候 并不是像郑指甲那样 冷静地去分析得诗 而是用一种诗人的眼光 去感慨一位悲剧英雄的落幕 他诗歌里面提到的 包修仁耻是男儿 是在说项羽不肯包修仁耻 因此不够男儿吗 显然不是的呀 杜牧此刻就是在为这幕悲剧的结局 一难平啊 我们能够推测一下杜牧的想法 那就是向王啊 你怎么就不肯杜江呢 哪怕杜江会摧毁掉你英雄的人设 至少你还能活着呀 活着就有希望 我想呀 这样的心神 很可能才是杜牧写这首诗的真实的用意 至于卷土重来未可知啊 更是如此 我们注意一个细节 当时乌江的亭长是说啊 你退回乌江之后 我们这里啊 还有大量的物产 大量的人力 可以供你啊 割地称王 一族妄言 但是杜牧就更进一步了 他认为啊 项羽不仅可以割地称王 还能够卷土重来 和刘邦再战天下 这难道是因为杜牧被英雄情节 冲昏了大脑吗 他不知道项羽的失败是必然吗 这当然不是的 杜牧在写卷土重来未可知的时候 有意用了一种不太确定的语气 未可知 这说明啊 他不是一板一眼的 在分析项羽渡江之后到底会怎样 而是在表达一种情感 抒发一种惋惜 他是真诚的希望 那位少年的王者 能够带着他的乌椎马渡江而去 而在某一天 又带着他的八千宵剑和十万精兵 卷土重来 人们常说啊 英雄是英雄 杜牧之所以同情项羽 真诚地为他的失败感到惋惜啊 这和杜牧的性格与经历是分不开的 如果我们多了解一点这位万唐的诗人 我们就会发现 他和一千多年前的项羽啊 居然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 有哪些相似之处呢 在我看来啊 至少有四点 第一就是出生民门 当时人们有这么一句话 陈南伟渡 去天池武 意思是啊 长安城的伟家和渡家 他们距离皇家啊 也仅仅是咫尺之遥 这个呀 就是杜牧的门帝 而杜牧的祖父杜雍 是三朝的官员 可以说杜牧是妥妥的豪门公子啊 因此 杜牧更喜欢出生于世家的项羽 而不是出生于草莽的刘邦 这个呀 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啊 两个人都是光环笼罩的天血之子啊 项羽就不用说了 出生以来 大小七十余战啊 所当者破 所及者服啊 那是百年来遇的军事奇惨 而我们的杜牧呢 他也是一位文学上的天才 前人曾经说他 门帝既高 神隐富俊 二十三岁的时候 就写出了名片 阿庞功夫 那是名满天下 英雄戏英雄 两位天才自然会惺惺相惜 第三啊 就是两个人都是兵法的高手 项羽在少年的时候啊 让他读书 读不太进去 让他学见啊 他也学不进去 于是项羽的父亲啊 曾经非常的生气 项羽就解释啊 读书呢 只不过是记一些古人的名字 而学见呢 这是一人敌 都不值得学 那什么值得学呢 那就是万人敌的兵法 当然了 根据史记的记载 他学兵法也是不求圣祭啊 不过我们不能因此认为 项羽不是一个兵法高手 从他的彭尘之战 巨鹿之战里边看呀 他是妥妥的一位实战大师 那么杜牧呢 根据史书记载啊 他在读书之余啊 是最喜论兵 而且呢 他还曾经为孙子兵法做过注 在注书文字的同时 还加入了大量的古战役的实力 被后人誉为是最为详细啊 当后人啊 把十一家孙子兵法的注释 排在一起的时候 把杜牧的注啊 排在了第二位 仅次于三国时期的枭雄曹操 从这么来看呀 杜牧的军事修养也是很能打了 而后来呢 他的很多论军事的文章 都被收入了自治通鉴 深受后人的认可 而有一次呢 他献祭贫鲁啊 还被李德裕当时的朝廷给采纳了 大获成功 所以我们看啊 杜牧这个小子呀 他的罪喜论兵还不是纸上谈兵啊 而是真的有点东西 纵然算不上是一个军事家吧 说是一个军事的资深爱好者 那是一点也不为过啊 我们都说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那么杜牧在独脊 项羽在彭尘之战 巨鹿之战里边那些神操作的时候 自然能够有着更多的宫情 比我等这些外行啊 更能够体悟其中的奥妙 那么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便是两个人的少年狂了 两个人就连缺点呀 也是这么的相似 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项羽的狂 我们接下来啊 来看一下杜牧的狂 杜牧有一次啊 曾经给自己的侄子写了一首诗 例如呢 就是夸赞自己的身世的 里边是这么写的 我家公相家 贱沛长叮当 旧地开珠门 长安城中央 地中无一物 万卷书满堂 这几句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啊 我们家呀 那是公相之家 家里边呀 曾经响彻着 贱沛的声音 那你要说 我们家住在哪里呢 那就在长安城的城中央了 你看这个说法 是不是非常的招仇恨啊 可是到这里呢 还没完 人家杜牧后边接着还有 说地中无一物 万卷书满堂啊 打开我们家的家门呀 什么俗物都没有 全都是书籍啊 如果说啊 刚才两句 还只是说了家里的富贵 这个万卷书满堂啊 那可是 已经把自己提到了 书香世家的高度 令长安城中 其他的爆发户们啊 望尘莫及啊 可到这里啊 还不算完 人家后边还有呢 家集二百遍 上下吃荒汪 这是说呀 有的人家呢 也藏了不少书 可是这些书啊 那都是外人写的 可我们家不一样 我们家这些啊 都在老杜家人自己写的 这个说的是什么呢 大不投的历史书通典 所以才说 连家集就有两百遍之多 这样一来 几乎所有的人啊 都被他给比下去了 我们仿佛能够看到啊 杜牧一种非常得意的语气 和别人说 你们什么档次啊 和我家一样称世家 那么你们就说杜牧这个小子 他到底是狂还是不狂吧 还不止于此啊 杜牧还曾经做过一件 非常少年狂的事 那个呀 是在他重近世那一年 杜牧近世登帝 是在二十六岁的时候 他的名次呢 是第五名 而在同年呢 他又在京城里啊 参加了贤良方正科的考试 我们之前曾经说过 唐代的人中了近世 只是获得了一个做官的资格 接下来呢 还有排队还有流程要走 你要是等呢 那且有一段时间呢 如果有人想早一点作官 而且得到一个美缺的话 那便有很多种办法 其中一种便是参加 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智科的考试 杜牧参加的这个贤良方正科呀 就是智科的考试 而且杜牧啊也通过了 这样一年之间啊 连根两地 可以说是逢考必过 简直就是考神啊 再加上杜牧这个人啊 门地又高 人才又好啊 立刻就成了长安城里边的顶流明星啊 没有人没听过他的大名的 就在他春风得意之时啊 杜牧有一天带了两个朋友 到城南的文宫寺去游玩 他说这两位朋友呢 一到了寺庙里边 见到了庙里边的禅师 立刻就介绍呀 说你们快看啊 这个就是咱们的杜公子一年之中 连种两颗的杜少 杜牧呢就在旁边笑而不娶 看他们介绍自己 为什么 这种场面他早就是司空见惯了 他都能想象得到 这位禅师一定是一眼惊恶地迎过来 说久仰久仰 原来你就是杜公子啊 可惜啊 这一次出乎他的意料 这个禅师啊 非常迷茫地看了看他 又看了看那两位同伴 然后问说 谁是杜公子 哪家的杜公子 合着人家压根就不认识他 这么一个反应啊 对于杜牧来讲 那可真是当头一棒啊 杜牧当时就蒙了 蒙穿了一阵之后呢 他又感到了深深的惆怅 于是啊 他写了这么一首诗 北阙南山是故乡 两只仙跪一时方 修功都不知名戏 是觉缠门气未尝 这几句诗的意思是啊 我呢就是陈南的杜公子了 我这一年之中啊 连中两科呀 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没想到这位禅师 居然不认识我 这下我是明白了 还是缠门之中啊 山高水深啊 当得知别人不认识他之后啊 他短暂地迷茫之后 便陷入了深深的自我反省 如此一来啊 我们就对杜公子 那是恨不起来 不仅是恨不起来 甚至还觉得这个人啊 似乎有一点可爱呢 咱们说到这里的时候 是不是想到了 一千多年前 放着千军万马不用 非要和对方单挑的向往呢 历史如滚滚长河 向前奔流不息 为后来的诗家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 杜牧勇史总是能做到别出心裁 对于前人涌唱的熟体 反复深思熟虑之后 而又有其独特敏锐的见解 他的永史诗既尊重历史 又艺术化历史 诗中既包含深沉而凝重的历史感 又有大胆的浪漫主义想象 令读者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 不断启迪思考 那么杜牧的永史诗 在唐宋转型的关键时期中 是如何呈上启下的 对后世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就诗歌史的发展而言 杜牧这首诗有着重要的意义 它体现诗歌发展到晚唐的时候 从唐入宋 乘上启下的趋势 我们看到杜牧的诗歌 虽然比前人更加着重于议论了 但是它归根到底 还是一种诗人的议论 而不是学者的议论 他在写诗的时候 并不是要把诗人写成论文 要去调分理系 面面俱到地 去述说一个历史的史诗 它更多的 还是借古人的酒杯 教自己的快乐 我们仍然能够从杜牧的诗中 看到他与古人的共情 看到他对历史的感慨 而我们如果和真正的宋诗 进行比较的话 那就更容易说明这一点 宋代的诗人王安石 曾经认为 杜牧的这首《体无将停》 它的理论不够严谨 于是自己再写了一首《无将停》 始终是这样写的 百战疲劳壮士哀 中原一败 势难回 江东子弟今虽在 坑于君王卷土来 项羽的失败 这是大势所趋 即便有江东的子弟 还有谁愿意追随他 卷土重来呢 这首诗写的有没有道理呢 当然有道理 不仅有道理 简直是言之成理 合情合理 鞭辟入理 可惜啊 就是由于太着重地去讲道理 反而少了一点情感 也少了一点诗歌浪漫的气氛 这就是诗人和政治家的区别 而这也是唐诗和宋诗的区别 那么说过了杜牧诗歌 《陈上戒史言志》的一面 那么什么是所谓起下呢 这个是指杜牧标心立意 用诗歌去探究历史走向的做法 其实已经开启了宋人的门径 具体而言有两大门径 第一就是赶鱼出行 第二便是赶路锋芒 杜牧是很擅长针对历史事件 发表异于常人的看法 比如说《调心于影从画》里边 就曾经说 目之于体友 好异于人 并且还举出三个反说其事的例子 其中一个就是咱们今天讲到的 江东子弟多才郡 卷土重来 未可知 而第二个便是他的名片赤壁 东风不语周郎辩 铜雀春生锁二桥 要不是有东风的帮助 恐怕赤壁之战的结局会是东吴亡国 而二桥也会成为俘虏 被关在铜雀台里了 第三个便是提商山四号妙一角 南军不谈左边秀 四老安留是灭留 商山四号是秦代末年四位 德高望重的影士 隐居于商山 不过后来 这四位老者却被张良设计说动 走出来为吕后的傻儿子站台 这使得刘邦没有能够废掉太子 也间接导致了吕后的专权 跟吕后死后诸吕作乱 太尉周伯就曾经召集士兵说 如果你们现在是站在吕氏一族的 那么你们就脱掉右边的袖子 右台 如果你们是站在刘氏的立场上 你们就脱掉左边的袖子 左台 结果所有的将士们都脱掉了左边的袖子 你别看这四位老人家 当时好像是安定了证据 其实他不是在安定刘氏的天下 反而是为刘氏的灭族买下了祸根 这几首诗都出人地料 然而也在秦礼之中 这就是杜牧的长处 不仅是善于翻心 而且翻得言之成礼 也因此后人便将杜牧的这一类诗 视作典范 而除了初心以外 杜牧的还有一点开辟之处 那便是赶路锋芒 初圣堂时候的永史诗 它是以发历史的感慨为主 偶尔也有一些议论的成分 到了中堂以后 议论成分增加了 而其中也有一些讽刺的内容在里面 不过对比 之前的诗而言 这种讽刺它也得是不露白的 是营造一种情境 让读者自行去体会 这样的写法便被称为不露归角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寒而不露 这样才能够符合温柔敦厚的诗人之志 可是也有一种写法 它偏偏就是要露锋芒 露归角 而这种写法就以咱们杜牧的提屋将停为代表 我们看最后一句话就很关键了 然以开宋人门禁 这是说杜牧这样的敢于去露归角 献风浪的写法 实际上已经为宋师的写作 开辟了门禁 唐师主情 宋师主礼 那么唐人即便是有议论 那这个议论也要是含蓄温柔的 既不能打破温柔敦厚的诗人之词 也不能打破高华雍容的美学的特点 所以要不露归角 而宋人好以议论为师 要力求精辟透彻 所以要露归角 这本身就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学风貌 而这也代表了从唐师到宋师的诗运转观 我们的诗人杜牧便生活在这样的转观中 从历史而言 他身于晚唐 一个伟大的朝代走向落幕 而就诗歌而言 他处于唐宋转观之中 一个新的风格正在崛起 我们的诗人就站在历史和文学的双重节点上 回顾过去 面向未来 各位观众朋友们 这首《提屋将停》 就分享到这里 这是我们诗说唐朝系列的最后一期了 说到这里 我真的是有一点意犹未尽 唐朝是诗歌的巅峰 名篇菜若星河 我讲到的真的只是沧海一粟 诗说唐朝 以诗说史 观众朋友们 咱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